匈奴人称汉帝 林雄在成都称帝的同时 北方匈奴贵族刘渊也返近独立 自称为汉王 匈奴人自称汉王 匈奴贵族怎么会有姓刘呢 这是因为从西汉末年起 散居在北方边境的匈奴人 长期与汉族人接触 接受了汉文化 匈奴贵族认为 上代曾多次跟汉朝和亲 他们是汉朝皇室的亲戚 所以他们就敢用汉皇帝的姓姓刘了 和谐安航室的故事 接受到汉皇帝的汉皇帝的我们 一定会用汉皇帝的用戴 我想要遇到汉皇帝的汉皇帝的汉皇帝 大蝉鱼 现在晋朝发生内乱 自相残杀 这正是我们匈奴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啊 对 魏晋领朝代虽有封号 却没有自己的土地 跟一般老百姓又有什么两样啊 我要灭掉晋朝 还不是像崔布拉小医一样容易 但是晋朝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 我们的上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 要得民心 必须继承汉朝的名义 我要自立为汉王 刘渊称汉王后 很快攻下上党 太原 河东 平原等郡 在公元三百零八年 他又称帝 建都平阳 刘渊此后 由他的儿子刘葱继位 做了汉皇帝 公元三百一十一年 刘葱率领大队人马 兵临洛阳城下 而洛阳首将东海王司马月 以讨伐刘葱部将石乐为名 率四万士兵和大批朝臣弃城而去 洛阳城守备空虚 给我杀进去 巨大批朝臣弹城下 保持殿家 从 公元三百零 臣 挤 孟姜 分 晋怀帝死后 他的侄儿司马业在长安继承皇位 这就是晋敏帝 公元316年 刘聪又围攻长安 当时的长安城内 已是断壁残垣 满目苍蝇 长安自被围攻以来 粮草已尽 军民因饥饿而死的已过大半 那刘聪攻陷洛阳时 大肆烧杀抢掠 我民众被杀者 共三万余人 如今这长安城也要 不要说了 现在我能做到的 只有使这些幸存居民 免遭土了 同年的十月 迄今的最后一个皇帝 晋敏帝 和群臣们一起出城 向刘聪投降了 不久 晋敏帝也被杀掉了 至此 西晋王朝持续了52年 终于灭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